去年让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告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Google在今天公布了2015年 台湾网友的搜寻行为分析 结果其中有不少的热门搜寻品牌 一起广告一起来看看 不管是KUSO周星驰电影 还是直接找来艺人唱跳歌曲跨界合作 Google公布最新2015年最成功的广告排行榜 前四名依然由电信业者包办 大放影音威力 和传统电视广告不同 这些都是片场超过一分钟的网路影音 Google分析趋势 现在把故事说好说完 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目光 但是在网路上的沟通很不同 因为透过三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可以开始把我们的品牌的价值 我想品牌传达的精神 去跟消费者做连结 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更喜欢 这样的模式来跟我沟通 而不是单纯一个 只是一个目的性的 或一个单纯的一件事告诉他 行销建议除了网路广告 同时2015年网友热搜排行榜 前十名也全部出炉 不只数位服务各种 十一住行面向 大家都会直接上网搜寻 因此Google也建议 业者除了一定要布局网路 加强跨荧幕 行动装置使用的方便性 还要能够掌握消费者的 关键决策点 消费者会上去搜寻 代表他对某件事情 想去多了解 想得到更多的资讯 想知道去哪里买 甚至价钱是多少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 如果他在这个瞬间 能够得到品牌相关 正确最重要的资讯的时候 一定会促成 他在购买的流程当中 继续往前走 网路内容五花八门 行销自家品牌 不管用什么手法 让消费者方便使用 就能掌握更多商机 有点TV千花秋信仪 台北报道